今天陪伴大家观看比赛的依然是苏东和我王涛 今天的比赛看点十足 因为这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本届杯赛的揭幕战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晋级的希望 现在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看到了防线的漏洞 总该进球了吧 文奖再一次成为了球队的英雄 他这个反应速度太快了 没有往禁区中间给 而是选择了前点 亚历克斯摩根 进攻有力 才发没有吹发犯规 罗嘉慧 黄珊珊 唐嘉丽 张瑞 非常及时地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机会来了 还好 他及时地出现化解了危机 角球开出来了 前点 打门了 过不了他这关 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 王珊珊 还要往里面带 就这危险了啊 门将太神勇了 也太玩命了 直接把球扑下来了 是啊 拉维尔 摩根拿球 亚历克斯摩根 这球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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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部员很淡定啊 没有做出任何扑球的动作 不知道是来不及反应的 还是早就知道这球会打偏 从他轻松的深情来看 可能是后者啊 好的 前场篮 打了一脚凌空 差了一点点啊 雕下感觉 射门技术都还可以 可惜没进 可惜 他们把球交给了对手 临赛霍兰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打破平均的机会 门将还是扑到了一下 漂亮的抢断 他在最后关头把球夺了回来 已经刹到前场了 没对门将造成什么威胁 脚下非常有活啊 唐嘉丽 这球被门将化解了 不过对方还有机会 挡住了射门 但是威胁没有解除 场上的僵局被打破了 一记精彩的打门 将对方的多名防守队员 简直视为无误 哈哈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黄霜 黄霜 漂亮 这次他是球队的救星 临赛霍兰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能把握这次机会吗 好球 对手估计还沉浸在进球的喜悦中呢 他们很快就把比方扳平了 拿到球 过掉防守队员射门 漂亮 这是天才的表演 动作就像是行云流水 让人惊叹 是啊 比方被扳平成了一比 唐嘉丽看到了能不能传到呢 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化解了危机 安迪 苏利文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看看传球质量如何 完全没有任何失误啊 要知道这可是在自家禁区里啊 边路有他的发挥空间 王珊珊 这球能进吗 好球 他们现在再度比方领先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就打进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如入无人之境 他队友帮他解围了 唐嘉丽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他们这个连续倒脚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好的 追平了比分 现在胜负真的很难说了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进 双方又打成了平局 真是难解难分啊 上停补十一分钟 王珊珊 主裁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也随之结束 财队一声哨响 美国女族开球 双方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千里走单棋的戏马来了啊 一脚横传 传向进区 队友已经报车到位了 这球还是没能越过门将的实质关 角球的机会 能进球吗 角球的第一落点被防守队员争到 但是球没有打远 双方还在门前混战 王珊珊 王双拿球了 漂亮 打得不错 高也没有高太多 数据说明了一切 今天的比赛甚是精彩啊 两堆的发挥都不错 安迪苏利文 就是要这样打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球传给了霍兰 感觉有了 门家还是做出了扑球 这球显而一见越位了 王珊珊 她这是在示范啊 怎么带球向前 对手的传球啊 过不了她这一关 碰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好球 球进了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 给她掐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马格丽特破四 自家进区里精彩的抢断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 反击被对手打断了 球传给了霍兰 半屏里面的好机会 又错过了一个机会 我都在想啊 还要多好的机会 他们才能把球打进呢 他们的替补队员要登场了 黄珊珊 这叫跳船还可以啊 他们就是在这种 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黄珊丽 他们再下一场 扩大了领先优势 单刀破门 防线如此不堪一击 而这个他的表现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啊 这是精彩的个人表演 完美的终结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二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绝佳机会啊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次起了一脚高球 越过防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目前的比分是五比二 根据攻防有力啊 这个比赛继续进行 赌枪眼一般的挡住了这脚船船舟 唐嘉丽 他凭借贤的脚下技术 持续朝前推进 守门员做出了扑球的动作 危机解除了 射门对对方门将 构成了一定威胁 不过门将的处理也是非常冷静 可是啊 他们又再次发起了进攻 门将这次还能守得住吗 球跑到对手脚下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 现在只剩下十五分钟了 球现在是在对手的控制之下 往刷 球丢了 到了对手脚下 身边的队友啊 才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机会到了他脚下了 一脚掉射 进了 掉射破门 回方来了 再看一下这个精彩进球 非常有效的二过一撞墙 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 调过门将的头顶 脚法显得非常细腻 两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 精彩的进攻大战 吴海燕 千里走单旗的戏马来了 机会来了 这个强段非常关键 没有让对手形成射门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前场压迫有效果了 断球了 必进球啊 直接命中门住 球弹回了场内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这球要给门将记上一攻 力量和角度都没控制好 直接飞出横廉啊 场边已经在准备换人了 索菲亚史密斯 现在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给脚直C 队友新领神会 好的 这个球一进啊 就领先三个球了 除非有奇迹 否则比赛结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目前的比分是6比3 伤停补是2分钟 不错 把球抢到手了 很遗憾啊 机会很好了 但是越位了 一个挑船绕过防线 他们及时破 比赛结束了 在球迷们的注视下 他们捍卫了自己的主场 获得了胜利 在模型中 对 不是